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OK仔 跟大家看看內地猛料 內地猛料今天 讓我找到在內地媒體 說到現在的地方債 是不是創新高呢 怎麼辦呢 中央要出手幫忙也搞不定 這個情況看來也有點嚴峻 會跟大家跟進一下 另外也會跟大家看看另一則新聞 關於在台灣 這個也是鼓勵不了的 你相信這些邪門左道 經常都說到 這次是不是害死兒子呢 現在就被人抓了 他怎樣害死兒子 我們稍後跟大家看看 另外也會跟大家看看 拍照還拍照 不要連命都沒有了才行 這些經常都是的 要靚、不要命都沒有了 這也是有鐵證 請大家給個讚支持一下 首先跟大家看看內地 現在說到 由於說到 兒童醫院 即是說到病情 好像不應當 就閉促爆滿 只是說首都北京的情況 都還未如理想 多間兒童醫院陸續爆滿 那些咳嗽聲 簡直好像交響樂 但也像激議一樣 要正這樣的 大批家長 在日子 日所以算算 在兒童醫院等 等到 希望讓醫生能救 就把弟弟治一下 說到在一個狹窄環境中更加各施各法 怎樣各施各法 就說用勾掛著打點滴的袋子 好老實 等同 大家也經過那些Omicron 你塞在醫院 醫生也是跟你說 回家休息一下 吃少許這些東西 吃這些藥 或者不需要特別的 給你一個藥單 自己出去藥房配藥 有人就說你真的不是吧 不需要搞那麼多東西 特意在醫院塞 當然現在咳到暈的情況也挺嚴峻的 尤其是小孩 現在怎樣呢 有一個家長就接受訪問 他兒子上個月已經開始不舒服了 就說由當日不舒服開始 下午2點等到晚上7點 足足等了5小時 才能夠見到醫生一面 真的不知道好像要跟醫生說沙丫拉 拿到打點滴的東西之後 就要等多4小時 就要不停在這裡等 照CT 照這樣 照那樣 正所謂 由下午2點 到他離開這間醫院 已經是凌晨的時候 有些家長知道自己家裡的子女病情開始變得嚴重 周圍打聽 哪間醫院還有床位 還不理會 跟我說多少錢 不理會 究竟公立也好 私家也好 總之現在什麼都要衝進去 先治療了 其實我又覺得 是不是真的要這麼緊張呢 或者官方方面會不會有什麼指引給大家呢 說到現在周圍都有些建議 希望大家不要塞在那些地方 會不會讓家長也好 讓家屬也好 不需要那麼緊張 其實情況也挺憂慮 其實現在香港也說了 擔心是否醫療系統又會再爆棚 我覺得人民去到崩潰 遇到這些情況 應該要怎樣處理 應該是時候 釋出一些方案 說完這件事後也說一下地震 在雲南 德宏州莫市 發生了黎克特的五級地震 震完深度10公里 接著出現魚震 最強的強烈震動 4級 當地有144戶的房屋受損 疏散 445戶 一共1920人 幸好 暫時未有傷亡報告 這樣 一地震發生後 當地立刻啟動三級應變系統 到處的人立刻出來 看看會否有事 說完這些事後 我們轉到下一個話題 這個話題 亦可以跟大家有時候說 不能夠 有些人 很相信一些東西 驅魔人鬼上身 有些人說你也不知道 那我當然不知道 但是如果他們這樣的話 命都沒有 驅什麼魔呢 這件事件 真是恐怖到極致 這件事 在台灣 雲南縣 美虎鎮 發生了一宗驅魔 導致死亡的案件 死亡的案件 好了 話說這件事件 在日前 12月1日凌晨1點 調查發現 死者 姓陳 28歲 參加廟會活動 被人說他 貼了一些髒東西 是不是有鬼上身 這位死者的父母和弟弟 決定自己在家裡驅魔 其實在台灣 他們那些 對於神鬼述說 我都覺得他們 都挺厲害的 因為我經常看台灣的媒體 拍攝他們的 集會 類似什麼孖祖誕那些 又說 虎王上身 猴子貞上身 祭公上身 他們有很多上身的 滿天神佛的 中國自古以來 那些 傳說 你當是 拿渣也有 我也記得 拿渣也有 那種上身就是 通常用煙灰 黑色的 炭灰 抹黑臉 突然 到了 然後看到他拿著 耳窩頭 還是烈酒 不斷灌 我不是說我對這件事很有偏見 我看到很多留言在台灣的網上 有些網民都說 真的辛苦他 要這樣做 舉例 都是質疑 這家人決定跟兒子 大兒子驅魔 怎樣呢 就說 事發當日 將這位聖陳的死者 壓住在家裡的神明廳 我不知道神明廳的意思是 看到的 有幅圖的 他們好像 有個壇 那樣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間屋有個壇 老爸抓住手 弟弟 握著腳 嘩 他媽媽真是殘忍 就說 把手伸進大兒子的喉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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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送院搶購不治 真是奇怪了 為什麼會生下喉嚨 會死呢 我也真的不知道 但是當地警方 其後 醫照 傷害致死罪 把這家人 這家人的三個人 被捕捉了 那就是窒息 懷疑是窒息 唉 真的 有人說拘摩拘摩 擔心會不會害到 這位人士的性命 但是你可以看到 最後的兇手就是這家人 這個弟弟 爸爸 媽媽 是不是這三位人士應該是需要被驅魔的人呢 真的 有時候 科學 某些位置要我們科學 而且 在外國 如果是看電影的 驅魔是要有 好像在外國也有這棵東西的 不是每個人走過去就說可以拿著蒜頭去驅魔 他們是要找神父 不知如何運 真的是要 專業的 專業的 不是隨便在家裏拿幾雙筷子 紅筷子夾手指 就算了 那些是叫嚴刑逼供的 那些是滿職十大酷刑 你這個拳頭塞喉嚨 你真的不肯死也逐死 不小心咬傷你 到時候你更麻煩 所以真的不會說 過分迷信 這件事情只能夠這樣說 另外 再說一下內地 又轉口 喝一杯咖啡 有人說又有什麼新東西 厲害了 我相信大家對那個 醬香咖啡 是 瑞幸的 拿鐵 加這個茅台 不知道大家對這杯東西的感覺是怎樣 我不知道 因為我有沒有喝 我有光顧 但是我沒有賣他的醬香 我普通咖啡就可以了 生耶奶拿鐵 現在出現了新一款咖啡 你又敢喝嗎 其實喝咖啡 我也知道有很多味道 但是硬撞下去 我覺得整件事又會不會好像很怪呢 就說 弄了一個 沖香拿鐵 又加一些沖下去 不要玩 這杯東西要走沖 我要普通拿鐵算了 真是 古靈精怪 只是說外形嚇死你了 就說把蔥花 鐵碎 放在杯底 然後放冰 再加入牛奶 然後再加咖啡 最後 在上面撒一些蔥花 做一個裝飾 這個是 俗語是不是暗黑料理 就算你多喜歡吃蔥也好 蔥就這樣吃 那種味道你不跟它爆炸 拉過有那種香味 生吃的蔥 整件事很怪 其實 你說這個夠厲害嗎 其實之前也還有一些 例如在廣東出現了生蠔咖啡 說喝完包你餓了 在寧夏出現了牛肉湯拿鐵 上海更加推出過 咖啡泡泡泡 什麼 醬油拿鐵 醬油拿鐵 拿鐵就是 奶多啡少 其實我應該這樣形容 拿鐵 拿鐵 跟Cavaccino有什麼分別呢 Cavaccino就是 一杯Expresso 即是很濃縮的咖啡 很小杯 然後再加奶 發奶上去 上面有一層發奶 當然有錯糾定我了 我不是很熟悉的 把牛奶咖啡 再加一些極致的東西上去 真的 我不要了 我這一波應該都 吹不起什麼浪潮 然後跟大家看一下 反正大家常常常上去 你會放假的 12月 有些人會看燈色的 你走去美景 美景 美景 映日 常常都說要小心 不是為了一張照片 連命都沒有 為了一個Like 自己連命都捐出去 其實這件事是很笨實的 一個Like真的那麼重要 對我現在來說 大家請記得給個Like 說到在這個大梅沙 海濱公園 發生了一宗這樣的事情 話說有兩名中年女子 在海邊拍照 其中有個幫忙拍照的女子 被兩三米高的大浪 一蓋 蓋下了 其實大家都知道 接下來會下來的一點就是 她會被浪扯出去 她被海浪捲走 拖進深水區域 你不懂游泳 懂游泳也問誰 大浪 一蓋上來扯出去 一蓋上來扯出去 你不夠勁 你由500米 500米 又20米 然後人家扯出去 拉出去 200米外 你真的站在這裏 真是超人都搞不定 隨時何師培見到零頭 最後 幸好被救生員看到 把他救起 其實這些事情 你要看時勢 明知風高浪急的日子 很多人都是 打風就跑去看浪 覺得 閻羅王也不收自己 不怕死 嚴羅王也嫌棄我 真是 想想 不要想這些 經常都說 駁走一鋪一定駁到 很容易讓你駁得到 好了 跟著說一下這些話題 這個話題就是根據 上海這個第一財經資訊的報導 說 地方債餘額 首次 突破 40億 嘩 你在說地方債 40萬億 不是40億 是40萬億 20個恆大 哇 兩萬多億 恆大說 40萬億 不是20個恆大 這次算得對 之前有些 有人問我 是不是體育老師教系 其實不是 是花學老師 中文老師教 數字是差一點 數字比Iron Sir 好 怎麼辦 這件事真是麻煩 中央要求 優化 央地債務結構 這個都非常頭癢 根據報道就是這樣寫的 這個地方政府 顯性債務規模 再踏上新一個階段 這個階段絕對不是一件好事 因為近日財政部公開了23年10月 地方政府 債發行 和債務餘額 直至23年10月底 全國地方政府債務餘額 40萬 賺1,001,001 11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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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 40多萬 神經病 這也是這個地方政府的債務餘額首次 突破40萬億 簡單一點就應該用40兆 這個數字很長很遠 所以我會用40萬億 去表達 其實是一樣的 好了 40兆 真的不懂得說話 其實現在 中央也好 甚至乎很多地方政府 都為了避免這個經濟下行的壓力 積極財政政策的明顯加力 舉例就希望 擴大政府的投資力度 但是其實另一方面也會出現一個問題 由於地區政府地方政府 他們大力投資 令到有些地方債的規模 也極速攀升 我們看看那個變化有多遠 現在是40萬億 二、三年 十月底的數字 其實在2013年 全國地方政府的債務餘額 第一次突破10 萬億 10萬億 現在十年後 二、三年 一、三年就是10萬億 二、三年就是40萬億 即是四倍 19年的時候 就已經到達 20萬億 六年 六年就多了10億 跟這個 10年 突破上去 到了這個 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這樣比 有些不公道的 不公道的 我們也要在公道的說話 位置上跟他說 不是說 現在的地方政府 洗腳不抹腳 大家記不記得 2013年 去到19年 都是說六億 但是說到 19年之後 19年到21年 突破了30萬億 為什麼 很簡單 那段時間 開始爆疫 疫情來了 大家記不記得 花了很多錢 今年 二、三年 年頭才叫做 正式解除 所以換句話說 你說 由21年 到23年 那裏也是突破 又是多 10萬億 所以 這個 也是沒有辦法的 疫情一定是跟疫情有關的 但是說到 雖然這個數字 40萬億 很誇張 但是仍然是 全國人大批准 今年地方政府債務限額 42.2萬 即是42.2萬億 在內 上限封頂位 就是這裏 距離 還有一點距離 意味著 這些債務風險 整體是安全可控的 其實某程度上 看到有些地方 如果按照那個數字去看 有些地方是比較高一點的 風險 有些地方是 好一點的 其實 你要看 本身 每個地方 舉例 每個市 每個省市 他們的生產總值 其實 有人說 好像 不知早幾多年前的數據 是說廣東省 只是廣州 GDP 那個生產總值是超越南韓的 一個省 只是一個area 一個地方 就已經是等於人家一個國家 其實 內地 中國 有一段時間 經濟起飛的數字 是令人很誇張的 他們的生產總值 收入是很強勁的 所以 你說現在當然 又要搞很多基建 疫情等等 其實可能要追得回 要時間 對呀 要時間 看看 未來 沒有的 有些網民 對這件事 是開玩笑的 我看到內地網民 沒有辦法 可能要多抓一些 在馬路上 駕駛電瓶車 不戴頭盔 才行 不是吧 那些 那些都抓得回數字 你真是傻 說笑就好 好了 說完這些笑之後 然後看看 內地 現在就說禁用美顏神器 什麼來的 我早上也有九個問號 然後想想 我知道了 我都覺得這些東西 都古靈精怪 在香港也有 什麼來的 大家有沒有 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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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街市 肉蕩 燈和以前的燈 有點不同 現在的LED燈 又藍又紅 又等等 它是偏紅的 其實我覺得這些肉蕩 根本的肉都不漂亮 它把這些燈射過來 都不顏綠色 我看到 那塊肉全部都紅糠糠的 我也不知道你是什麼肉 老實 灰我都照得很粉紅 這些正所謂粉紅色 粉紅色豬肉 是不是可以不可求 現在內地就說禁止 這種被譽為美顏神器的 生鮮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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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沒得一次聽 內地的肉 菜 海鮮 全部都要掃顏上市 不准開雷鏡 好啊 對了 即使說內地國家 市場監管管總局 令 第81號 在 租 sustainability的時候 正式實行 意味著所有市場 即是菜市場 水果動物產街的商場 攤位的 假設 經常使用這些燈 真的不准用 因為過往這些燈在海鮮店經常看到 本來紅色燈光或冷色燈光都換成正常溫色LED 那些燈光是紅色的 麻煩你替我換回正常的顏色 你是白溝黃的就白溝黃 不要像菜綠色的 打點綠燈 整件事騙神騙鬼 我也覺得很奇怪 很離譜 其實以前也有 舊式辦館 拣雞蛋 有烏絲燈 還有紅色的罩 照下來是不是很漂亮 用燈光的美顏效果除了 令大家對不新鮮的肉也有錯摸之外 還會引起大家的食慾 所以告訴大家 有時候這些東西 真的 按了它 最後 內地是不是準備發大財 就說中國發現 大油田 那40多萬億應該沒事 搞得定了 為什麼 因為現在找到大油框 說到裡面 地質儲存量是超過1億 噸 這次發了 發達了 誇張了 不用靠其他國家 只是自己買油也賣到發達 會不會變成 中東油王的老友呢 現在又有這麼大的 油礦出現了 大油田之後 看來應該可以 再進一步了 這樣就行了 到時候一個大突破 到時候 其實本身也是難找的 因為很深 需要一些技術去 砍探 現在國家突破了這些技術 在這個西部的油井 開了一個新的領域 那就行了 起碼 有人說 將未來 別人的能源用完的時候 我們自己 就 發達了 有了 原油 原料 原材料 成功了 成功了 其實這些東西如果舊的又拿出去買 那時候可以賺一筆 這些也是貿易的一種 今集時間說到這裡 下一節再說 拜拜